其实早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两年前 也就是1970年8月 国家纪委 中央军委就已经批复 上海市市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 任务定名为708工程 飞机代号运10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 运10项目得到了更大的支持 但是在当时的科研水平之下 想要研发出国产大飞机 仍存在着不小的技术难度 在1972年 后半年 开始把整个研制小组挪到上海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 全国各地抽调300多个专家 就像当初研制两弹一行似的 很费劲 经常趴在木材箱的上面 在那画图纸 所有的这些科研人员 欧心力学 当时条件特别艰苦 尽管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之下 在1980年的时候 这个飞机研制成功了 非常漂亮 各方面都是自主知识产权 当然咱们得实时求是说 由于过度的强调自主研发 这个飞机本身和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之间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不管怎么说 这大飞机制作出来了 而且经过试航 完全成功 先后七次飞到青森高原上 飞到拉萨 那么由于运10在文革时间上马了 所以后来运10这飞机搁到工厂里 被拆了 生产运10的整个流水线也被弄烂了 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运10的成功试航 并未能开启我国研发大型客机的篇章 因多种原因 1986年运10项目正式搁浅 这一等就是20年 2006年 我国又一大型自主知识产权客机 C919的研发开始了 中国目前研制大飞机 可以说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目前把发展科技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 无论我们的短期规划 还是中长期规划 中国要做自主创新的国家 要科教新国 这一个主干线的思路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现在我们国家对科技方面的投入 足点加大 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 无以复加 我们也相信 这一条线的思路 对科技能的注定 有什么问题 对科技能的 有什么问题 我们能够认为 是不在那里 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建议 都在帝国 有什么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